张柏芝出席活动,长裙被踩差点被扯破,一秒直接露出真本性,原来他是这样的人。 张柏芝和谢霆锋毗离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十分辛劳,好妈妈抽象非张柏芝莫属。 张柏芝常常拖住两个孩子,仿佛只要与孩子在一起,张柏芝就十分幸运,泪戏时不以为苦。 张柏芝一身很喜庆的红装现身机场,看到粉丝也适合颜月色,网友说这一点比王妃强很多。 张柏芝和粉丝进间隔打仗,与粉丝畅聊,给粉丝署名。 张柏芝,照相,十分密切。 网友说,张柏芝不只是个好妈妈,还是个好演员。 固然过来犯过一些毛病,可是,那都是过来的工作了。 张柏芝这么美,有这么厚颜月色,与粉丝也是这么热忱,她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。 云云接地气的张柏芝遭到人们的好评。 近来,张柏芝参与某运动表态红毯,一身蓝色墨胸脱的长裙让人直呼太美。 每个另有张柏芝那诱人的愁容。张柏芝红毯上与人们招手,愁容诱人。 张柏芝不只会带孩子还会演影戏,她出演过的很多影戏都让人们浮光略影。 这种在主要场所都能出头剧名,而且都能笑得云云诱人,笑起,大概只要张柏芝了。 裙子被踩张柏芝都没有生气。网友说,张柏芝这世上得了厅堂,下得了厨房吗? 。 愿张柏芝早碰到带给她幸运的那个人,愿张柏芝永久幸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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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